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能去 就一年 别搞什么短租了 直接同意了 他不是租界转购买 直接同意了 崔卡也是天才 大家应该记得 坎特的转回报价 坎特不能卖 坎特我怎么也不能卖 坎特现在身价上三个亿 我拿什么卖给你 这也绝对不能卖 其实关键还是看球员答不答应 多酷的转回提案 切尔西想要多酷 脱库得卖掉 得换位置 坎特是真不能卖 坎特绝对非卖品 要卖就是八个亿 多酷三千五百万 两千八三千 跟莱派得吧 我们也不贪 就三千万 就廉价出多酷 可以 因为多酷现在肯定是没有位置的 赶紧把这个球队受生了 对啊 多酷现在肯定没位置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需要贪这个点 我们买多酷的时候几百万 联赛第二轮 吴雷再进一球 巴尔加斯罗德里格各进一球 我们是三比一拿下艾瓦 总算租出去一个天才啊 崔凯去佛罗伦萨了 可以 APP呢 曼车斯特城 APP得去啊 APP 去去去 APP 回来八十几 让我看看 APP去曼城啊 可以 多酷卖掉了啊 哈兰德的转回报价 多酷卖掉了 两千五百万到账 曼车斯特连想要跟我们换 B 费换哈兰德 哇 哈兰德不想换啊 B 费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佩特里放到边路 对吧 但是佩特里我们也想租的 我也很喜欢B 费啊 但是我需要一个战装前锋 对吧 大家去年可以看到 虽然感觉哈兰德没有吴雷那么挺 但是哈兰德确实是不弱的 对吧 去年那些关键的比赛 哈兰德 绝杀 绝评都有过 他是一个大中锋 很多关键时刻需要他 要一个支点 对 我觉得我这个还是不换了啊 哈兰德我觉得现在不换 没到时候也没有必要现在换他 我也不希望把C罗 梅西什么的 离开他们的队伍 比如C罗在油门 对吧 梅西在巴萨 这都是现在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啊 吴雷87了啊 又涨了一点 你看看 今天雷哥又顶上来了 吴雷其实射门虽然不强 但他跑位好啊 所以能制造出很好的机会 梅西也买不过来啊 咱们那些中国小将现在租不掉 这是我最头疼的啊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小将了啊 郭康 属性低的我们可以换掉了啊 68 政治老队长我们就留着 好吧 除了老队长其他的 中国队四星了啊 中国队四星了啊 唐苗下来 坦亮 我都忘了有这个人了啊 现在已经四星中国了啊 上尾六 OK 哎 如果实在中国小将租不出去 那二阵一定要让周远上 对吧 还有没有中国潜力小将啊 中国天才小将没有了 全部都上场了 那李杰也得上啊 埃德森得下 李杰也得上 对 不然的话二阵他不上 也就没机会了 对吧 这样李杰也得上啊 就说我们就算租不出去 只能涨得慢一点 在二阵找机会给他们 保证他们的这个天才也行啊 只能这样啊 只能这样 希望还是有报价呀 APP租出去了啊 好消息 好多球员国家队的啊 红星的位置可以改了啊 来 红星把它变成边后卫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 左卫改到边后卫 我们的红星的中后卫和左边后卫还是在的 这是多一个位置啊 明白没有 是多一个位置啊 是多一个位置 所以这是个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坏操作 因为我们之前看孔前锋就是这样的 他可以踢边峰 还可以踢前锋 他多一个位置啊 对 这个很好 就是到时候很灵活 对 都能踢 不是说我把之前的就踢掉了 对 非常灵活 特别在中国队我们人才缺乏的情况之下 需要这样的灵活 好 那么APP走了之后 来看一下左边路 孔球王去左边啊 多库也走了 那右边是谁啊 哎 我们把人卖了 右边没人了 我去 照道理是这个样子的啊 然后配的里去 等一下 照道理应该是郭康踢前腰 然后前锋应该是那谁 配的里应该踢边路的 小孔踢左边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小球员啊 这个小球员 这个T 这个16岁就可以让他出山了啊 他应该是二阵的前锋 现在暂时先让五雷顶一顶 来上 从哪里下去 我们还是讲道理的啊 这些小球员都没什么动静啊 都是门将 全部都是门将啊 中国小将也就是门将了 我现在就想培养一个比严峻林更强的门将 真的巨疼么难啊 我等到现在了 没有一个门将上头的 也不肯租 哎呦 小腰很多啊 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二阵要买个腰 对吧 坎特位置换下来 二阵肯定要买个腰啊 这是首要任务 二阵买个腰 二阵要买个腰啊 等清迅银这个腰出来 我们应该是换掉那个卡纳的 对吧 这个腰出来 还要一段时间呢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啊 咱们再过几个小时 先看一下有没有租借 对 确实还要等很久 先看有没有租借啊 求求了 来个租借吧 我口口了 租租咱们的小球员吧 我想刷一刷 中国小将得租出去几个啊 这十个小时我想刷一刷兄弟们 你们觉得可以吗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中国小将太多天才都在球队了 咱们得想办法租出去一两个 一个不租肯定不行 至少有一到两个 现在只有崔凯一个人出去了 我利用一下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魅力啊 和这个世界足联聊一下啊 最后十个小时给我延长一下 给我延长一下啊 这是有必要的 现在球队非常需要这十个小时有球队来跟我们进行球员的租借 毕竟赵BB也是世界杯中国国家队教头啊 现在也是欧联杯冠军教头 西甲联赛冠军教头 对吧 产年两年西班牙国家杯冠军教头啊 这点人格魅力还是在线呢 那点人格魅力还是在线呢 还是可以安排一下的 能不能行 有 有 有 球球了 租借 妈的 托纳里转会我要他干嘛呀 谁要转会啊 皮亚尼奇换托纳里 他用皮亚尼奇加一个亿换我托纳里 也是挺拼的啊 实话实说 清讯男团队啊 对啊 颜值也很重要啊 不换啊 怎么可能换啊 各大球队现在 其实你们看这十个小时 上写的是十个小时 其实你们过的一个 上面写的一个小时 其实就是一分钟 每一分钟我都在跟各大俱乐部 进行沟通和交流啊 都是我们的年轻中国小将 但是目前来看情况还不妙啊 到五个小时也没有任何的报价 我在非常的努力啊 在非常努力 我跪在了八三王兰的门口 我说求求了啊 租吧啊 王家马德里周远你租吧 卡纳的转会天 现在卖也没有意义了啊 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卡纳 把我这个交易期结束的啊 跪错人了 跪在巴塞罗那门口 他说我只想要你的卡纳 什么呀 哎呦 什么呀 租出去求求了 求求了 来点租借吧 这次8个小时有货啊 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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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他俩周远和李姐 其他的没有天才了 或者配得里租一下也行 APP也租掉了 其实就这么几个年轻小将天才 天才年轻小将 李姐最好是李姐租掉 孔球王要留下来 别说买人了 买人我们到赛季中买都可以 现在我们根本不需要太纠结这个 而且我们有两个天才门将 还有个康空 求求了 有观众说直接和弱队的门将换 咱们做他干嘛 他有啥好足的 咱们能不能有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现在只卖出去 可不可以 直接跟别人交换行吗 但是我怕出去就废了 你知道吗 送去印钞 我没试过这样的操作 我们要设置看一眼 反正我有保存 对吧 他要许心 我操 不给他许心 我把我的天才都搭上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直接换周远有点太狗了吧 不行不行 我觉得这操作太蠢 我觉得不行 卖出去都废了 对啊 你们看看哈兰德和德里赫特 在豪门踢球都回来都不行了 不行咱不能这么弄 就是这十个小时再刷一刷 真的你们信我 所有的天才里面只要有一个走 我就心定 好吧 我只要走一个 不管是李姐还是周远 还是那个康空 只要有一个天才走 那就够了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交易 好吧 买后腰 只要进入到 有啊 刚才有机会啊 刚才已经有人在租界里啊 对吧 有机会的啊 绝对有机会的 刷得出这样的报价的啊 还是得看运气 你看德里赫特还有转会呢 六个小时啊 老他妈做他干嘛呀 正肯使 肯定会有的 就是一个持机问题 一定会有的 来了 六小时 这个博爱维斯塔 是不是有点上头 来来来 把其他的全部下掉 这个租借名单下不来怎么办啊 很一次 解约了之后他在哪儿 解约之后在 小空不是天才啊 解约之后在 可以可以可以 行有办法啊 他在交易 他在自由市场的 对 来来来来 想想办法啊 我想想办法 咱把其他的都阻止 对 这些都下不来租借名单 康空要租啊 这是个天才门将 正肯使也被我吓了 布鲁文也给我阻止报价 全部阻止报价啊 高苏阻止报价 吴石勇阻止报价 李姐上租借名单 美流也阻止报价 全部都给我阻止报价了啊 珍珠兰阻止报价 这两个挂牌的暂时先不挂了 好吧 许昕也不卖啊 周远可以租 佩德里可以租 好吧 这些都没动静了啊 这些都是天才 天才和后面的世界球员之一 OK 一定可以成功的 只要租出去一个 其实理解现在不走也没关系 因为理解好像是前途光明了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们记得不记得 其实理解可以留在球队啊 我主要还是想把几个天才做出去 当然郭康走了之后也回归了 长了很多对吧 不行咱就自己练 笨哪 六小时啊 实在不行咱就自己 理解你走吧 求求了 天理理地理理理解 李姐去啊 去啊 李姐去啊 一年啊 李姐 李姐 走啊 哎呦瓦拉内个屁 不要不要 我要理解 这头老倔驴我他妈的理解个屁 但完就没有理解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哎呀 算了 咱们现在这样吧 我只能让二阵替李姐啊 呸 理解替二阵啊 对 没办法了啊 我没得选 对吧 我们交易吧啊 直接交易吧 别搞了 有就有没就没了 算了 咱们就这样 十个小时最后得交易了 我们手头上现在有两亿一千五百万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坎特的替补后腰 再二阵 对吧 有些比赛我们可以让李姐直接上一阵 对吧 他不想离开我 咱就不离开了 就这样吧 周远也别走了 81的总评了 周远现在这情况 我直接把他放到首发阵容有问题吗 佩德罗萨过来 一阵可以上周远 对不对 既然周远是天台 我直接让一阵 让大哥带周远 佩德罗萨去二阵 一点问题没有 是不是 是可以的啊 然后李姐去一阵的这个替补上面去练敏锐度 你必须要有一些这些操作啊 周远一阵打替补编位 咱们中国所有小将 该租该卖的全部都点回来啊 该租该卖的全部点回来 金人潜力租借 蔡聪真的是 贼他妈菜 没有潜力直接挂牌啊 李姐打开 李姐上转会名单 李姐不上转会名单 有人要就拿啊 没有人要就这样 郑竹兰转会名单 卡纳转会名单 许昕我们不卖了啊 许昕留队了 他金人潜力要涨潜力啊 哪个诺曼先放着 有人要我们也可以看看啊 就是郭康 孔球王和许昕 都是从天才掉下来的 但他们总评都长了 对吧 都是中国队最强的苗子了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 能够跟跟着西班人 再把潜力长回来啊 然后周远是因为他是天才 没有掉 而且长到了81 现在长得最好的是周远啊 佩德里也是上租界 阿拉巴前头光明 就这样吧 他们能重回天才的 如果跟着球队的话 我们来找一个二阵的替补后腰 进入到转会市场 看一下能不能有便宜的啊 要找肯定要找好的啊 伯格巴 伯格巴怎么说呢 中场看一下 瓦纳尔杜姆哈马不行 菲尔兰多也不行啊 要就要一个86左右的啊 我需要一个好腰 布教授87太慢 虽然是二阵替补啊 一年嘛前 不自克斯竟然前途光明 尼尼斯塔 再莱斯特真 法比尿 法比尿很强啊 考虑一下啊 考虑一下 看价格啊 小阿扎尔 哥麦兹 拉基地奇 托马斯不错 再曼城啊 托马斯很六边形 孙星明 扎卡里亚 南英格兰扎卡 比达尔 比达尔太低了啊 六边形战士 维特塞尔 法比尿是还可以 基米西是大家比较想要的一个点啊 可以基米西啊 基哥可以 可以考虑基哥啊 法比尿和基哥现在哪个好一些啊 一个一两千万 一个一七千万 差不多啊 法比尿便宜一点点 属性上面 法比尿属性其实比基米西更好哦 基米西是脚下脚头好一些 基哥是脚头好一些 但法比尿是 从身体素质上更强 基哥是偏攻击的 法比尿偏防守 对啊 而且我们要的是一个替补球员啊 是顶替坎特的 在二阵 之后卡纳是在二阵被剔除掉的 卡纳会被剔除掉啊 一个后腰位 会带领我们的中国小象 我觉得法比尿好啊 法比尿更加能够在后防线帮助二阵 而且便宜对吧 而且法比尿踢二阵 他肯定是可以提一个替补器的 行就法比尿了啊 法比尿好 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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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不行吗 瓦瓦瓦瓦瓦瓦是个前腰了啊 对不对 不能牵马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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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太随便了 他都有一点偏前腰的味道了 其实也还好啊 但他矮一些啊 瓦瓦瓦瓦瓦瓦其实真挺不错的 看一下 瓦瓦瓦瓦瓦全面啊 除了矮以外没有什么短板了 对 除了矮以外没有任何短板啊 就是不会产 便宜啊 才七千万 防守还是弱了点 75 防守还是轻了弱了点啊 75的防守 清训小江我们这边是在训练这个小孙啊 小孙一米八三 腰位里面算及格 对不对 小孙腰位里算及格啊 我想把它变成后腰的 65的总评 等会直接上二阵首发的 还是法比尼奥吧 有身高 一米八八啊 法比尼奥吧 报价一个亿 走 失去我的目的 for you 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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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千万 扎叔啊 9千万我觉得合理 再不行我把卡纳给你看怎么样 9200万 这200万是孝敬您扎叔的 怎么越来越贵了扎叔 咋回事啊 9500万考虑一下 就一个亿吧 我觉得一个亿合理啊 再找找 就9700万 上头了 9700万还可以 怎么可能不值啊 法比尼奥这个后腰位 法比尼奥非常不错啊 已经87的总评了 来我们二阵 当个首发 带带中国小球员 对吧 稳稳当当 拜拜 他只想要轮换 他只想要轮换 你们可还气人啊 我气 这娃娃也太可怜了 只想要轮换 5万的周星啊 50万的缺运费 削架一半 来西甲 行 非常好 5万6啊 5万8 哎呦只要5万6可以 来了 这样的话二阵 我们来看一下 坎特就不用再上了啊 二阵坎特可以专注于 一阵的进攻 二阵都可以进行一下攻击了啊 因为我把二阵的防守 提上来了 佩德罗萨去二阵了 对吧 然后周远因为是天才 我直接给他送一阵去了 我考虑卡纳直接下啊 我在考虑卡纳直接下 我在考虑直接把卡纳下了 然后再买个前腰 或者佩德里 和郭黄两个前腰嘛 对吧 孔球王踢一个左边封 然后踢433 把小郭和佩德里放到中路 法米尼奥单后腰 左边孔球王 右边特林康 对 去年八千万的特林康 合理吧 二阵T433 法米尼奥当后腰 从巴萨那边把特林康免签过来 让他们气得不要不要的 巴塞罗纳八千五百万 便宜可以 嘿嘿嘿嘿 这样子二阵有个边风啊 而且是潜力小向 而且可以削弱巴塞罗纳 这也很重要啊 毕竟同联赛 咱也没办法 你有这解约金我们放在哪里 哎呀他现在是合同年 还便宜了我 就当我们就当是便宜买的吧 也一样啊 也一样啊 对 就当便宜买的 也一个道理 就我只能付解约金啊 我不能跟巴塞罗纳谈判的 因为巴塞罗纳跟我是敌对的 是死敌啊 对吧 走了把特林康签下来啊 这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跟我们现在的收集的薪资是正正好好 正正好好有这个点钱啊 看到没有 八千万送掉我们还有三千万 未来 往下拉一拉 你最多是个轮换了 什么特林康在巴塞罗纳被养坏习惯了啊 要重要 啊 你是不是被养坏了 要重要 九万 减薪一半是不是有点多了 六万 来 果然是要九万啊 他在巴塞罗纳 这周星我有点不想牵他了都 啊 让人有些不太舒服 还不如牵个贝尔呢 拉个贝尔来玩玩多香啊 削入一下皇家马的理 感觉巴塞罗纳已经没什么可削的了 这周星是我们顶星了 很抱歉我无法敢达到栋石 离开我的办公室 对啊85你怎么整那么高 他又不是天才小将啊 我们现在薪资的结构里面最高的 也就刚刚江江是爱德森我们的萌将啊 七万八 他如果刚才特林康来的话 要把九万 那肯定不行啊 咱有钱不如就买个贝尔 打个替补二阵还能上场对吧 贝尔便宜才83我靠 我要拯救一下贝尔 孙姓明 孙姓明算了 想想我们编后为戴斯特的1700 是不是你们想想你就知道了啊 我们这个赛基现在贝尔来了的话 在右边路 佩德里会中间 郭皇在中间 单前锋 那我们那个清晋营的后腰去哪呢 卡纳下呢换一个人嘛 换个边路对吧 不过我们确实需要多一个边路啊 因为我们如果买贝尔的话 我们边路现在是 就贝尔会上啊 这佩德里我肯定不会给机会的 还有中共小将的法比尿要上 换瓦格诺曼啊 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 贝尔还可以踢前锋 比较活略一点对 二阵关键比赛让贝尔踢前锋 走把贝尔牵下来便宜的啊 4000万报价 4000万啊 咱还有7000多万的 现在的烦恼是什么 钱花不出去 他想用瓦格诺曼跟我换 可以啊齐佐 我可以啊 正愁人多呢我去 换个边后面也不挺好吧 钱少给你 给个1000万 这手好牌啊 1700万 贝尔我肯定留在球队不会再走 对吧 再稍去的压一点啊 1400万 好吧 5%可以给你 给个屁就1400吧 像个男人一样 1800 不压了我觉得可以了 这价格换个贝尔绝对可以了 要了兄弟们 马克诺曼没无未来了 他已经到头了 这200万咱们就大气点 现在钱太多了 太多钱了 咱们现在没地儿花钱 哎呀妈这一天天的 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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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都花不出去 咱不用贪了对啊 没地儿花钱啊 真是苦恼啊 太苦恼了我跟你们讲 太苦恼了没地儿花钱 换个贝尔过来啊 200万咱跟七组交个朋友 是不是这不顶了吗 我们的左边风可以换一下啊 实话实说左边风可以换一下 可以拿巴尔加斯换一个 更强力一点的左边 贝尔要87000的周星 哎呦我去 这么贵啊 最多给你7万啊 这个我得压一下 主要是他太高了啊 刚才不87000吗 现在变9万了 还能涨呢 他妈打结吧真是 坑坑给我造掉四五百万 这个整不了啊 兄弟们 贝尔咱们也太贵了 我还不如买一个高级的球员 就花大钱买个高级球员 但是现在他有这个瓦格诺曼可以处理掉 还挺不错的你知道吧 他可以处理这个瓦格诺曼让人还是 我给你200万现钱 他说考虑一下 他说他考虑一下 妈那真是B字多呀 他不愿意啊 这俩一个97000一个9万 要干什么呀 但是瓦格诺曼真想送走 可以给中国小将空出二阵的位置 主要是对 我们现在有个小红看到没有 也正好是编后卫啊 17岁 直接可以出来 红星可以直接上手二阵首发 不需要在里面待吧 能处理到瓦格诺曼 这点周星我给了吧 这点周星我给了啊 我给了我给了我给了 就贝尔了 大家也喜欢贝尔对 我也喜欢贝尔 给了给了直接答应了啊 就让齐祖打我个结吧 怎么办呢 人生嘛 端端几个球 不罪不罢休 只能给打结了 怎么办吧 卡纳直接二阵下来啊 贝尔右边路啊 然后我这边把右边后背拉下来 他从皇马来的确实是贵啊 红星肯定是个天才吧 红星肯定是个天才啊 喝上二锅头了 这小王子是个前途光明啊 倒也问题不大 没事没事 咱们许昕和郭康现在都是前途光明啊 问题不大 没事啊 红星上 不要对自己觉得自己不行啊 没事没事真没事 我觉得没事啊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能拉起来啊动态潜力 只要他二阵有首发位置 但是他的总评已经够好了 对吧 体能也很不错 直接开始 到了70我们开始专项训练 现在二阵的首发是五磊啊 等清迅营那个15岁的出来 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孙呢 后腰呢还有一个 433 3 单后腰 对吧 孔球往左边 贝尔右边 五磊单前锋 等清迅 对吧 佩德里往前顶 变前腰 光华往前顶 变前腰 好 法比尿单后腰 对吧 没错了吧 433 这样左右两边啊 中锋可以换下 这就我们二阵了 我觉得可以的啊 二阵可以 踢两个人 中国小将踢两个人啊 没办法 没有好的苗子的球员 总评太低的啊 这两个都是租界 但是全部踢掉了啊 对不起了虎虎 算了虎虎倒水吧 对不起了孙虎 再见 挂牌出售的蔡葱送走 二阵现在可以了 对能租界的我都显示租界了 看到没有 红星现在是编后卫啊 红星发展计划暂时不用动 现在应该是可以那个 平衡的 对四周平衡啊 平衡反而是最快的 对 我们现在萌将有点多啊 有七个 他妈也不想的 你讲6873都能卖个钱 像65这个是天才 我家有七个门 要七个人来防守啊 行了就这样吧 到头了 二阵也没问题了啊 属性也很好了 接下来就看一阵了啊 把他去右边 这样子帮助一下 帮助一下红星啊 法比尼奥单后腰 我们现在有钱 9500万 换一下巴尔加斯这个点 我们需要直接交换一个球员啊 一定是世界顶级的吧 边风 LW顶级的LW啊 用巴尔加斯换一个顶级W LW 马内奥巴梅扬也行 奥巴梅扬87是差不多 莫尼亚因普利西奇 普利西奇 普利西奇不行 肯定是要比巴尔加斯好啊 有名气一点 对吧 这是我们花的唯一的钱了啊 马内 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啊 我有点想拯救阿扎尔 对 可以削弱 削弱 削弱皇家马达里 继续削弱皇家马达里 孙锡明87换巴尔加斯 但孙锡明有未来 对 不过说起来好久没用炯哥了 炯哥现在什么情况 在这个游戏里面 炯哥应该不强呢 在乌迪内斯 因为没有改过 对啊 好久没有拉师傅了 对吧 好久没用拉师傅了 拉师傅还是天才 换一个拉师傅可以啊 换个拉师傅听的也挺香的啊 哎拉师傅行 我看看拉师傅保存行 好久好久没用拉师傅德了 88的总评 我贴钱换个拉师傅德 先谈谈看他要不要 你得先看他要不要巴尔加斯 你妈聊半天 人家不要巴尔加斯 你有个有个姐姐 你有个得得 对吧 我有钱啊 我给你贴三千万 我纯粹就是想要拉师傅德 我觉得就拉师傅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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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可以聊的啊 可以聊的 聊个价格怎么样 我觉得就拉师傅德了 我挺想 挺喜欢拉师傅德 巴尔加斯换拉师傅德 哎对马仙也可以考虑一下 先抱抱看 五千万差不多啊 他是天才 我去这卖联有点顶啊 啊 现在如果巴 哎 拉师傅德他答应了五千五百万 也就一亿五千五百万 当然巴尔加斯可以卖钱啊 但是也会被董事会吃点钱 对啊 我想看一下马夏尔 马夏尔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法国 哎呦可惜了 马夏尔就是现在的潜力 真的是令人很忧伤 马夏尔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 他在我我是真的挺喜欢马夏尔 他在刚到曼联的第一场比赛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啊 一脚一脚远点的打门 对吧 起点太高了 哎呀多厉害的一个球员啊 确实是没有拉师傅德好 现在在在在拜人老牛逼了 就拉师傅德了真的是出到几天空 桑桥桑桥桑桥算了吧 桑桥桑桥是右边位啊 确实倒是可以改啊 他应该也是天才对 桑桥跟拉师傅德福德比现在是拉师傅德更好啊 而且正好左边 哎呀 拉师傅可以啊 1米86 有速度有身高 对吧 他冲刺速度99啊 不比拉 不比桑桥桥快 非常适合我们 到我这我还能摸一摸他 给他冲个90 单换巴尔加斯 我觉得是雪转 巴尔加斯前途前途光明啊 萨内 萨内 萨内也不行啊 85了 掉啊 怎么去了拜人都掉了 太阳老 好了我去 马内15 马内当然也是可以啊 但马内肯定不是天才了 对吧 马内就是已经养好的 马内没升高啊 而且马内速度并没有比拉师傅德快啊 马内冲刺93啊 拉师傅德大不留心的 拉师傅德还有6个特性 开玩笑 远程重砲快速砍 拉师傅真可以 敲定了敲定了 这个真的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操作啊 巴尔加斯换拉师傅德 咱们和曼联的一次 应该是这个交易期比较大的一笔交易了啊 重要 可以啊就直接重要啊 有时候二阵要上的 所以它的重要很关键啊 而且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玩拉师傅德了 为什么 因为FIFA17的时候我巨他妈喜欢玩拉师傅德 真的我是巨喜欢玩 就那个时候拉师傅德上头 就是一怀左边风一怀前风一怀一怀一怀这个 反正就是猛猛玩拉师傅德 后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玩 现在咱们再回来玩一玩 可以啊拉师傅德加门 在左边落很不错啊 应该是不会掉分的 要W换M是一样的啊 他现在射能要涨一涨 薪资现在最高的10万的拉师傅德啊 天才啊 不是还是那句话跟球队 价格有关系啊 还有跟他自身身价也有关系啊 身价最高现在罗德里格66000 其实还好啊 但是拉师傅德那个是有点定了 有哈兰德就一定要牵桑桥吗 这什么什么什么歪理啊 我就跟一模一样还有玩个鸡毛啊 好来看一下 拉师傅德就算平衡都只要24周啊 我要练的应该是他的终结能力 把他逆足点上来对不对 把他平衡带球短传视野逆足顶上来啊 临蒙一脚内切形中场 之后还是要变成边风啊 不是边风不行 应该是要变成边风 我应该现在就把它变成边风啊 拉师傅德我要顶成边风 顶成边风加这个射门加的更多啊 现在是内切形中场 会增加一点传球盘带啊 他盘带已经够好了 不需要再增加了 直接变LW啊 直接变LW两周就可以 行 对啊如果哈兰德必须要桑桥 我直接开档多特蒙德 这不简简单单吗 就真的不用动脑子了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应该补影院啊 钱留到东窗期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租借啊 有没有租借啊 拉师傅德可以给几号 让我想想啊 现在7号是吴磊 9号是哈兰德 11号罗德里格 拉师傅德19号可以 拖纳里是10号啊 这笔绝对是重磅交易啊 17号也行 19号17号都行啊 那就17号吧 今年又引进了拉师傅德 是把巴尔加斯这个 前途光明的变峰 变成了拉师傅德天才啊 吴磊这个赛季没有变成天才 上个赛季打进39球都没变天才 我贼气 当场就想摔手柄 当场就想摔手柄啊 交易期结束了 我们一个中国小家没租出去 怎么就他妈的没人要租我们的小球员呢 我们的小球员怎么就这么没有排面呢 真气人呐 就一个崔凯出去了 对啊 理解说自己要被租界很难受 哎呦你别难受了 罗德里格还没回来 为什么呀 那我们二阵冲锋 二阵踢这一场瓦伦西亚 不能一阵还有球员没回来啊 西班牙人两轮六分 这是第三轮啊 无所谓二阵冲一下 美洲杯对 2比1 贝尔首秀金球 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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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孔球王打进一球 孔球王比赛85分钟绝杀瓦伦西亚 你看咱们现在二阵也很顶啊很顶 很顶二阵不需要战术了二阵随便玩啊 所以要怎么都活 你现在来个罗德里格的转回报价 我真的是给你个大嘴巴子 切切吧 四个亿 就四个亿 你要么两亿 你头疼吧你 没四亿别想要罗德里格 这辈子不走了 就在这呆着了 西班牙人民宿 你给我四个亿赛季中给你好吧 然后我换个谁去 爱换谁换谁 滚错的办公室 那没办法外面写着四个亿啊 那怎么办 咱也不赖皮 对不对 咱外面写着四个亿 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现在阵容啊 可以稍去看一下了 大家可以稍去关注一下中国队现在的阵容了啊 小孔对吧 阿兰可以上一阵 许兴长了一点啊 中国后防线 哇塞 中国还有个叫韩浩的73啊 不错 周远现在是左边后卫 正真下来了 张宁团去提右边后卫 后防线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啊 周远是最好的苗子 马的周远你们看看他这个属性 全是绿的 哇塞真厉害 哎呦 看这六边形战士不在中场真的是令人难受啊 现在还没有腰位 高拉特踢前锋怎么会是减一呢 我是醉了啊 好久米踢不了后腰啊 先这样吧 中国队现在这个阵型啊稍微还是吃紧了点 那就上埃克森高拉特给我下来 等一下上屁埃克森啊 这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完了吗 我得再顶上去 顶往前顶和郭康顶到前面去 高拉特顶成CF CF不良了就这样吧 中国队也打干干 中国队也打干啊 那太顶了吧 中国队也打干不行吧 中国队不能干啊不能干 小崔也上 小崔可以的 小崔可以踢右边后卫啊 小崔可以踢后腰 减了三点我操 小崔还是踢后卫吧 最好的后腰是周德伟啊 不是周德伟周远 算了别皮了就这样吧 现在暂时还是得上张林鹏啊 张林鹏还是跑不掉 洛国富 编位有点多了啊 换一下于汉超 中国队差不多现在是这个样子啊 暂时还行 我肯定不会手提啊 只是看一下 我去 亚洲预选赛 我去 不是 这是亚洲预选赛 这是2026年亚洲预选赛 我现在就没有中场啊 踢不离 那我得研究研究 我得捣持捣持中国队啊 亚洲预选赛 我得上去踢一下 熟悉一下中国球员 不然不能够啊 咱们这个阵容能踢433吗 高拉特踢前腰 双前腰 433也可以啊 五磊单箭头对吧 433控球 然后把两个高拉特和小郭顶上去 顶到前腰 捡的就少 对吧 浩介明点成中场 这不就是433进攻吗 只是有两个前腰的进攻阵容 烧雪和后场拖了一点点结 就是咱们就缺个腰啊 现在这个阵容防守力度很差啊 踢个半场 先去虐一虐这个 先去虐一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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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啊 小印度都不得给他教教他做人 小印度教他做人啊 先把一些关键的号码给倒 高拉特给个9号 中国队没有发展计划 亚洲预选赛 这是我们第一次提预选赛啊 之前我们也没踢过预选赛 对吧 就之前那个时候是直接中国队已经出现了 给我我就出现了啊 我在我加入国家队的时候直接出现了 这次去 手踢一下啊 可能踢个半场吧 虐一虐印度 中国队走 我就想看看孔雄王是啥样啊 好几名 费南多在右边走 中国队对着印度亚洲预选赛啊 还是很有信心的走无垒 高拉特边路分 小孔 哎呦 没转冲上去啊 高拉特的射文 哎呦 这哎呦 印度还会倒勾了 小孔 这脚射文 这场就是找一下感受 但绝对要赢啊 我去 震出来 行啊啊 费南多 雷哥 直接选择远射 费南多补一个漂亮 哎这球就是无垒 个人能力 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前场嘛 对不对 费南多后点的补射啊 帮助中国队 对啊这也是无垒第一脚胜门 第一次出球啊 摆脱防守球员之后 直接选择外线施射 电话本将是没有办法拦截无垒的这一球的 抱不住的啊 球速太快了 这道高拉特再回给无垒摆出空间 这一球不无垒被撞倒啊 裁判事宜没有犯规 好球好久米 再找无垒 哎呦高拉特 控制一下啊不着急 不来 漂亮 郭炕的猪虎 找到核武器 中国队再进一球 还是不错的啊 就找无垒这个点就对了 你把人打啊 冲啊 走啊 上街世界变迹咱们T压跟T 也不是没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四年之后 调整中 哎这球郭炕的传导 还是很有灵性的啊 脚后跟一传 无垒 这球郭炕传导了 很有灵性啊 雷哥又跑起来了 这种是他最舒服的位置 看一下 左脚的射门 这位置不是他最舒服的啊 吴磊喜欢在右边路的这个内部啊 哇呦又想倒钩 谁谁又倒钩 又要吃黄牌 我就点了一下射门啊 也是倒钩啊 周远吃了张黄牌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刚才那倒钩 我得熟悉这些小球员 先给高拉特 看到乌磊 准备跑了再给 你看乌磊进去了 这球兜过来 打一个右脚的远点 球进了啊 轻轻松松 漂亮啊 和武器 这就高拉特 和郭炕 还有乌磊的配合了 就找乌磊这个前差能力啊 给到菲南多 敲回来 再给乌磊 乌磊 乌磊这次这个位置 是他最喜欢的 右脚直接选择什么 好球 那右边内部 乌磊是直接给你把握住啊 连续五分钟 连造两球 中国前锋和武器乌磊 浩俊敏的助攻啊 乌磊跑过来 蹚一蹚 调整 右脚镜色 你看乌磊这个中间这个站位啊 他不会乱跑 高拉特 漂亮啊 乌磊的助攻 nice 这球分到前叉的高拉特挑战 前场高拉特也是和乌磊做出一次搭档配合 乌磊他不会 他不会乱前叉 这球乌磊左脚轻轻一挑 好 乌磊给到半高空啊 皮球慢慢悠悠来到高拉特脚下 左脚的凌孔打门 来 孔球王的一次单道机会啊 把握一下 好球 哎 怎么说呢 孔球王当年也是潜力惊人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 80清水云出来的 这就郭康塞过来 单道的机会 右脚的顺门 小孔还是厉害啊 小孔还是厉害 6比0啊 咱就不换人了 咱们现在没什么人换啊 现在中国内没有小球员啊 也是有 也有啊 那就说嘛 随便换换也行啊 我就想多给中国小将一些机会 你知道吗 阿兰可以上 高拉特也可以上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等一下给我们中国后防线上一下 这涨了11点啊 出去之后 让崔凯上来看看啊 崔凯现在租界了 而且他实力还不错啊 对崔凯也租界了实力也不错 等一下 理解在吗 理解不在啊 要给自己压力啊 球队 就是要磨练的过程 我也得踢一下啊 好球 非难多 哎呦 身后银段啊 身后银段啊 宁度也很努力 来 来 好球啊 你看这后防线已经出现失误了 这就是问题 哎 一米九五的大门将 你上个75去世界杯 我也能接受了啊 你看看 这许馨这球就没处理掉 被连进两球 比赛结束啊 6秒 还行 这是亚洲预选赛的第一场啊 中国队表现优异 围绕着五磊来打的话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亚洲预选赛 后面就后防线的问题 这没办法 这我们现在要的一个腰 还有就是后防线啊 中国队现在最好的周远 但是中后卫也选择不多呢 2022年那件世界杯真的是难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踢啊 你他妈现在来租了 来保存一下看一下周远 这能不能租掉啊 能租掉最好 能租掉就是谢天谢地 来周远看一下啊 谈一谈 呃 尾派吧尾派吧 看一下能不能短速啊 如果 咱们就就快速的那看一下 如果曼城能够短速最好啊 孙苏要走了 小孙是后腰啊 听声到成年队 我如果是自己的球员 可以在国家队也看他的发展计划呢 有意思 哈哈哈哈 就如果是我俱乐部的也能在国家队看他十八点计划 这稳赢不能输啊 3比0 艾克森 郭康和孔球王各进球 接下来预选赛我们就不踢了啊 主要还是冲出亚洲 我现在就看看周远这事能不能成啊 其实应该我手弹啊 但是尾任有时候还有好处的 坎特托纳里梅克尔杜 对现在中国队缺前腰后腰和中卫 我挂了我挂了啊 把踢巴萨 我也踢巴萨吧 哇塞 拜人翘西 你要干什么 这什么组啊 这是什么呀 哇塞 曼城愿意短足啊 可以 我是去年的西甲冠军 切尔西甲败人 爱因霍芬还有 哇真是醉了 第一轮踢爱因霍芬啊 爱因霍芬已推出群聊 这妈是人踢的组吗 真是 爱因霍芬我直接二阵踢了啊 因为一阵没有体能啊 简直呢 这不得举报了 要我我也举报啊 来二阵对阵爱因霍芬啊 不能输吧 我们现在这二阵很强的啊 乌磊一球 梅卡尔杜 孔秋王一球 中国小将打进三球 还行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兄弟们 二阵行啊 4比0 而且红 红星进了一球啊 怎么回事怎么红啊 不是咱们不是都挺开心的吗 怎么一下子大家都 胡志勇到头了啊 所以就要挂牌出售他们 不然为啥 我觉得我们出现欧冠小组赛 应该还是稳稳当当的 这点我还是有信心的啊 哈哈哈哈 这点我应该还是有点信心的 对啊 手名员接球站位平衡啊 清道夫这个都得涨 这两个都得涨啊 现在这个其实已经是两个七十了 我应该练这个了啊 要清道夫了 因为他站位不好 对吧 现在飞升扑球和反应能力都上七十 还是我们练这个啊 把接球和站位都抬高一些 可以啊 周远将会在赛季中短租到曼彻斯特城 然后呢在年底再回来啊 挺好的周远可以去啊 佩多罗萨在二阵踢到了 89的好属性 哎呀69就就什么被被 你们就什么69就要被内傻了 啊 拉斯福德进球了啊 坎特进球 这一场我们踢平了 马赫塔菲到底是什么呀 是西班牙人克星吗 是咱们西班牙人克星 看破赫塔菲真的是上天上地的 每次都这样 去年两场输了 今年平了一场 西班牙人克星 周远82了 又涨了一点 让他上首发果然是有道理啊 在去曼城之前 让周远再涨一涨 然后在曼城那边爆发 怎么样 直接上个90 中国变后卫 这场二阵来踢啊 哎说起来刚刚从清水营出来的小将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 孙苏啊 他是天才球员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在换他的后腰位置叫22周啊 二阵直接首发 二阵首发是不是有点顶啊 发不了啊他发不了了 所以我之前说啊佩德里得租出去 不租出去妈的手发个鸡毛 好 我们也把他租出去啊 看哪个天才能租出去 对 只要租出去他就起来了 只要租出去一次啊他就起来了 对吧 往外租 做三阵没有用 你用不到三阵你知道吧 你用不到啊对小郭踢前锋就可以了 对 哎对我当初就这么想呢 小郭踢前锋就行了 然后孙狐我是想让他踢后腰的 对吧 这样就变成一个双后腰的阵型啊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等一下啊 也是433 433防守对 然后孙狐换下去后腰位置 佩德里佩德里顶到前腰位置就好了 孙狐马上会变成后腰啊 就这么练他 阿拉巴帮他补一补 对吧 左边是法比尿佩德罗萨补一补 哎 这就对了 对对对我想起来五蕾这样就休息了 五蕾不需要都上啊 哈兰特下去要90了 哈兰特下去 还有没有中国小将 算了把卡纳换上来吧 小可怜 好就这样子的啊 65 8287 对吧 完美 小周就一阵佩德罗萨二阵去帮忙不香嘛 对不对 小周一阵没问题啊 可以踢的 这场必须二阵来啊 皇家社会现在是联赛第二 What the fuck 五场 全阵 有观众说坎特上二阵替补 行 行啊 坎特可以上二阵替补 可以 三个八十九啊 又要有三个七十加呢 坎特上二阵替补就有三个替补位 对吧 吴雷坎特和周远 我要保证他换人的时候能换上中国小将啊 别练坎特的 我也不想练 但他一掌啊 就皇家社会 就皇家社会替我二阵 牛逼 牛逼啊 你这首替我二阵 让我是幸福口福 来看一下孔苦六十一了啊 潜力一直是非常稳 十六岁已经可以出道了 先别急啊 他不发信息咱不让他出道 A组 罗马巴萨 马赛 火车头 皇马 巴黎上班第一轮输给了安德拉赫特 第二轮评了布林克塔 要这样吗 PSG啊 马进厄刺 多特蒙德 0比0评了布拉格斯 拉维亚 然后是 0比3输给了国际米兰 多特蒙德记一分 国际米兰输给了 输给了卡尔特人 还有 这欧冠踢的 我操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我们一阵 将会再次出征 左边封拉斯福德的首秀 罗德里格94了 瓦达内91了 埃德森91了 德里赫特89 封线上面哈登 哈兰德89 拉斯福德89 这也是周远首次在首发阵容 登陆欧战赛场 这场欧冠小组赛 对阵727 你们穿蓝衣服 咱们不穿蓝衣服 咱们绿衣服 更换球衣 咱们穿绿衣服 你们穿你们蓝的 不行蓝的跟绿的有点串 那咱们就穿 我们穿黄的 你们穿蓝的 行 合情合理 要不来个阴天 我怕有太阳 最怕太阳踢球了 来看一下我们去年啊 这个4111的阵型在欧联杯大放异彩 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啊 今年我们来到了欧冠赛场 能否依然延续我们的状态 马拉内 右边路给到戴斯特 乌磊 哈兰德 给到拉什福德 打一个圆点 开爬 哈兰德 漂亮 赶紧啊 赶紧啊 哈兰德利用他强壮的身体 直接穿过了球网 捡起了皮球 再来看一下这球 哈兰德给到左边路前站的 拉什福德 拉什福德一较近射 哈兰德后点补射 我坎特没顶到 哈佛特在给个 坎特在断球 皮球回到 周圆脚下 追过来 托纳利控制一下节奏啊 别落 再给托纳利中路 看到哈兰德 哈兰德 哈兰德撵过来了 右脚的进射球进了 哈兰德 马拉内 给到前叉的托纳利 往前再走一脚 哈兰德扛住 吉利尼右脚的射门 哈兰德 潇洒 哈兰德扛 看一下老塔罗 左脚的射门 艾德森 好久没有看到艾德森的扑救了 这球一定要让乌雷冲一冲来的哥 插入进区 直接给哈兰德 三比零啊 哈兰德在上半场32分钟成功带爆 这次乌雷也不贪攻 将球做给中路前叉的哈兰德 空间太大了啊 厚点 拉什福德也能给 疯狂打坐 9号哈兰德 我熟悉他的射门 哎呦 哈佛斯这个马赛回去 哎呦呦呦 纳英格兰这脚抽射啊 好球 纳英格兰还是全面啊 比利时前腰纳英格兰 六面型战士 这脚抽射来得很突然啊 我防守有一些乱了 刚才找不到坎特 这个应该推左腰杆找的 边路再走 给 马直接打 开怕 哈兰德 哎呀 再来一球 哇 再打个坐 呼呼 这也是托纳里的一次助攻啊 快速的传统 塞 杀入禁区托纳里 左脚 将球挑回中路 哈兰德大斯喜了 哎呀 凯塔做出了飞升的动作啊 猛扑 扑不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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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加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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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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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杀进去 小马达一般 哈兰德这球传的犹豫了啊 被断下来 但是断那里再断 给到了哈兰德 中途了 没有人 加速 哈兰德有点跑不动啊 左脚的下马达好球 哇 再进一球哈兰德 7比1 我们现在就跟个黄浅一样 乌磊 一个加速想过 甩开防车队员 献给托那里 挺一挺 再给哈兰德 外线远射 哇 哇塞 一角世界波 哈兰德的重炮猛射 太残暴了这一球 球速太快了啊 没理达 没理达 板德 给点面子 8比2 塞米多带下来 想给拉斯福德一个个人表现的机会 最后欧管小组在第二场 8比2 哈兰德独造6球 奥特曼斯 咱们就是进攻性太强了 没有队伍防得住咱们 这已经是最高难度了 不是就是现在这个球队 就是很屌 就不能让他屌一屌吗 哎呦我这服了我去 他现在就是很屌 这个队伍 冲击竞争者模式 没错呀 CPU这个电脑的设置模块 我自己的设置模块 全是50 没动过啊 没动过 我就没搞过 你知道吗 真的是现在就是 这个阵容 我们经历了三年的西甲阵程之后 已经是调整的非常好了 二阵踢下 皇家贝蒂斯 0比1败下阵来 联赛我们今年有点顶啊 哎为什么现在俱乐部这么顶啊 是因为有人不开心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俱乐部士气问题是吧 主要好像是因为合约 有几名中国小将 没得球踢 也心情很燥 我们来看一下 俱乐部有什么任务啊 我也不知道啊 三个赛季通过出售球员和奖金 将你的俱乐部价值提升25% 西甲赢得冠军 至少两名首个从青云签下球员 参加下赛季至少30%的比赛 有六个人有资格啊 对啊 签下四名守门员 短期签下 什么 短期我还没完成呢 守门员后卫中场前锋 4-3 清迅这个没完成 取得五场至少一个进球的比赛 在本赛季客场比赛中连胜 有的呀 签下三名来自亚洲的球员 西班牙人这个需求挺不一样的 签下三名来自亚洲的球员 你要不就直接叫我签中国小江不完了吗 有点紧啊 果然是中资队伍啊 还挺真实的 你看看 直接说中国小江不完了吧 你怎么整那么中资 中资就是不一样 求澳大利亚踢我中国队在这个档 我他妈不得捶他 啊我不得捶他澳大利亚你 啊来 让哪个知道什么叫做超级前 哎呦郭康打进一球 要跟澳大利亚踢屏了啊 咱们直接别叫西班牙人了 叫中国人得了 对啊 那 done 好 那这个我优优独播 我优独播 达人物 那这个我优独播 我的